羅尼的台灣人的開放國會行動盤 然後請豆腐準備 好 大家好 那大家都知道前幾個月有發生一些立法院的紛紛擾擾 那這時候我們就想要討論說 到底台灣人想要的國會改革應該是什麼樣子 那我覺得有一個方向可以參考 就是有一個國際組織他叫OGP 開放政府夥伴聯盟 那OGP的主要運作方法就是 你那個國家假如你願意響應開放政府 然後你要加入這個組織的話 那你國家就必須要跟人民一起協力去討論出 討論出一些承諾事項 這些東西是為了推動開放政府而做的承諾事項 然後政府就要跟人民一起努力來把這些事項完成 那在四年前的時候 我們的行政院跟立法院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加入OGP 因為我們國家的特殊地位關係 但是我們四年前的時候 我們的立法院跟行政院都有努力想要試的 照他們的規格來做事 四年前的時候立法院也有訂出 21條的承諾事項 我這邊有列在這裡 那每個承諾事項長這個樣子 就是說他承諾事項必須要是很具體的 就是可以被驗證說到底有沒有做到的 然後並且會有一些Milestone 就是什麼時間點要做到什麼事情 所以例如說像這邊有一個承諾事項說 立法院的系統要數位開圓 那他就要說要什麼時候開圓 然後每年要開圓幾筆資料之類的 就是要讓你四點後可以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做到 那所以到底台灣人要的國會改革是什麼呢 那我覺得很多人可能心裡沒有想法 不過沒有想法沒關係 我們可以來看看國外人 對他們自己國家的國會改革想法是什麼呢 那在OGP的網站上面 其實可以找到一個承諾事項 然後裡面有五百多項 就是七十幾個會員國 他們各國家對自己的國會 希望提出改革的想法 那麼點進去還有詳情就是說 這個承諾事項要怎麼驗證他 我們做到他的目標是什麼 什麼時候要做到什麼 那已經過去的承諾事項 也都可以查到就是他的進度如何 那所以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目前已經有做的事情 是我們已經把OGP上面五百六十六個 開放國會的事項抓下來 然後並且已經翻譯成中文了 那麼我們接下來想做的事情 是想要把它同類型的可以併在一起 例如說裡面有蠻多針對 譬如說財務啊 針對國會頻道啊 針對吹哨者啊 或針對立法流程很透明的 然後我們整理完後希望說 可以想辦法把它變成一個 就是讓民眾們看到後 可以有想像說 喔原來外國人對開放國會想像是這樣 那我們台灣是不是也要有一樣的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匯集出 就是屬於台灣人的開放國會的承諾事項 那麼目前在國會松的進度 我們已經有用就是工人智慧在TRAIL上 用搬移卡片的方法把它給整理出來了 但因為還有兩三百多張還沒有整理完 所以今天也來人工整理 今天我們把五百多個承諾事項 印成五百多張小卡片 那我們預計會在那一間會議室裡面 然後做討論 如果大家對於國外是怎麼做國外改革的 這些東西適不適合台灣來做 我們要怎麼樣來對台灣人收集意見 有感興趣的話 歡迎可以到那一間會議室 然後一起跟我們來玩小卡片 謝謝大家